他不是女權鬥士 他這個鬥是政治鬥爭 是專門在鬥他的政治義擊 是有顏色的 遇到了不同的顏色 他就生死力竭 遇到了綠色就悄悄轉彎 自己晉升 裝死到這種地步 他也學一學何欣醇的一點點勇氣 連這樣子一點點勇氣他都不敢 如果台灣的婦女權益 要靠這種人的話 那也是不可能的 一個官位改變了一個學者 一個立委改變了一個女權鬥士 這感覺讓人家非常的難過跟遺憾 民進黨內權與性的這些糾葛 一直在發生 那范雲委員身在其中 他難道不覺得說 他應該做一點什麼事嗎 今天如果你不願意站出來 以後你再也不用站出來 以這個女權鬥士自居了 被收買就被收買 落地巴說幹什麼 你黨都沒有了 你還囉嗦什麼 政治話題帶來關注 是國民黨立法院的黨團 總召曾明宗他三號質詢的時候說財政部長莊翠雲一般被認為適合當署長或是次長 更說行政院長陳建仁招攬他入閣是為了多一名女性閣員 當然曾明宗說他沒有要為難莊翠雲的意思 主要是要凸顯民進黨阻隔用人不講專業 但是國民黨的這番話立刻讓民進黨立委范雲跳出來非常生氣 他批評說這國民黨的男性呢是用性別歧視的方式來質詢 好當然喔這個范雲的這番言論也引發了PTT上網友熱議 我們來看一下網友怎麼說呢 好有網友說范雲雙標人才 雙標人才是造成女性被歧視的主嬰 而且呢有人說哇你看范雲女權自助餐又突然出現了 好還有人說來人啊關門放狗 好除此之外呢有人質疑他說請問一下你們傷害全台灣人 你們有道過錢嗎還有 那你怎麼不說說陳宗彥過去慣性接受性招待的事實呢 還有人呼喊范雲說范雲范雲丁允公林秉書的時候 怎麼沒有看到你這麼生氣呢 你也沒有發表任何的意見啊對吧 除此之外還有人說啊塔綠班接受性招待 怎麼沒有看到范雲你出來說兩句話呢 好還有人呼喊他3加11各位還記得嗎 范雲你要不要為無辜的這個死者道歉呢 好這是網友的一個評論喔 確實啦很雙標對吧扯到這家人他一句話都不敢坑 好那但是呢罵這個對手的陣營喔 然後倒是這個火力猛烈喔 網友有很多話想問范雲 不知道范雲有沒有要回答呢 當下怎麼會想說要貼去給這個范雲委員 因為我看到有人跟我建議說 范雲委員他好像是這個台灣女純第一把交椅 所以當你碰到這一種這個被這個 他應該是男性啦 因為我有跟他看過他的直播 男性用這樣子的一個言語羞辱的時候 是不是要去向范雲陳情呢 不然每次范雲都會說 喔我不知道啊 因為沒有人跟我說啊 他沒有來找我陳情啊 就選擇性的忽略一些女性所受到的不公平對待 那你怎麼看他說 喔確實這樣言論要譴責 但是他也要譴責你自己的 這樣罵陳吉仲這個超級霸 這個就是一個女權自助餐的觀念 然後剛好讓大家看到范雲的雙重標準 那呃比如說呢 蔡依林有一首歌叫蕭吉白 Lamigo有一首歌叫超級霸 那我們有聽過范雲去譴責他們嗎 我的意思其實是 抄襲的陳吉仲還在白 我寫的非常的清楚 那他要故意裝作中文看不好而看不懂 那我也是服了他 那這個跟所謂的被男性直接去罵破麻 我想這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所以我們還意外也不意外 就是這個民進黨的女權立委 會用自助餐的方式這樣子持續的雙標 那剛剛被問到你的問題的時候 他又說他是針對指標性的人物 那對於綠營的一些人物 他又認為不是指標 他會不會覺得他又再度的自助餐 嗯范雲就是女權自助餐啊 這點我想我們大家都非常清楚了吧 范雲他針對所謂的性騷啊 性貧啊只針對國民黨的嘛 如果今天是民進黨的 甚至是指示篤欄 他就用很小很小的這個標題 很小很小的去寫 比方說我被指示篤欄 他是一個有非常多粉絲的 一個側翼專業影響力非常的大 然後他在他的社群600多人裡面罵我破麻 然後呢 這種事情在范雲眼裡不值一提只能用很小的版面去形容他 但是呢一定要在這個時候要去檢討 許曉星也很糟糕啊 許曉星也說了什麼啊 這就是民進黨范雲女權立委的雙重標準 大家還看的不夠清楚嗎 先前林秉書傷害高嘉瑜的時候 范雲是怎麼回應的 然後呢後來這些很多的女權事件 范雲又是怎麼雙標的 我想我們看的再清楚不過了 所以我覺得女權自助餐這幾個字 就是送給我們的范雲立法委員 只有針對來營的時候大聲叫囂 然後把女權的那一套全部拿出來 面對綠營的相關性品問題的時候 卻又摸摸鼻子假裝沒看到 不斷的逃避 那我很遺憾我們有這樣子的一個女權立委 房東事件好像也沒聽他講過 他常常都是說 我不知道啦 別人沒有來跟我承情啊 這關我什麼事 所以我就是因為這樣子 我才直接到他的臉書問說 你要不要來聲援我 結果沒想到他假意聲援我 其實實際上是要罵我 所以這是不是也是一種檢討被害者呢 我想王定宇的事情就是 大家已經看了很多了 那這裡面你覺得有什麼事情 是我應該要 就是我應該要去照顧的姓平的問題 我想就是我蠻希望能夠聽到的 好不好 那我的工作就是說在政策 在立法的部分 我們為所有的女性 就是說都能夠維護他們的權利 那是最重要 那可能這有一些細節 我並沒有 follow 到 那可以請 就是您告訴我這個有哪些議題 我應該要處理 終於出來喊空話了 姓平自助餐吃 真大性別 要先看黨籍雙標果然沒讓人失望 他的肚子碰到我不會懷孕 所以就不是性騷擾 我覺得最嚴重的是一個態度的問題 他先說我是什麼黑韓產業鏈的一環 所以韓市長已經沒救了 有救的是我們的選民 個人感情事情 我一方我的原則是不評論 除非涉及重要的 就是涉及公共議題 那可能這有一些細節 我並沒有 follow 到 那可以請就是您告訴我這個 有哪些議題我應該要處理的 我覺得范玉瑩在很多時候措施 他當初過去的一個堅持 他過去就跟我說不要把性騷 當作是有趣的事情 那這一次呢 其實你可以看陳時中的廣告 就是把性騷當作有趣的事情 我真的必須要說 對所有的女性來說 對所有的女性來說 在廁所被有這種凝視偷窺的 這樣的意境 對我們來說都是身心靈 很大的一個創傷 我覺得陳時中 與其是推動所謂的免治馬桶 還不是來推動反偵測的這樣的儀器 這對女性來說 還是比較具有安全性的 那對范玉瑩女士來說 從林志堅的事件 我們就不斷的呼叫他 身為台大教授 應該勇敢的站出來 那這一次呢 把這個對於女性的這樣子 特別是偷窺 當作是有趣 但已經更是要秉持他過去的立場 應該勇敢的站出來 不過我們也不太期待 因為他已經措施太多 他對他自己良心上的一個堅持了 或者是像這一次的我隔壁的老王一樣 都因為他們的黨籍是民進黨 所以他對於所有的被害人的權益 完全淨聲不語 原來范雲在談婦女權益的時候 還要看黨政 真的是像女權自助餐一樣 挑自己喜歡的來吃 立委范雲喊話 要提修法讓女性也當兵 不分性別都要來守護家園 但是民眾立刻開罵了 你乾脆叫總統蔡英文先去當兵好了 國民黨的立委補選候選王洪威 她也直接開酸 范雲啊你不要講空話 你應該先直接辭去立委投入 義務義的職務 蔡政府宣布恢復一年義務義 就連女性教招 也有望明年起事辦招募 不過有律委高韓加碼要提案修法 讓女性也要當兵 難道台灣可能全民皆兵 為什麼要這樣 我是覺得不太適合吧 不適宜吧 要保護小孩啊 還有顧家庭 支持民進黨的去當啊 女子啊或者是家庭需要考量 工作在職場上 對女生相對來說已經相對弱勢 大部分女性不買單 我有更炮轟 我也想提案 要當政務官或明代 要有當兵一年以上資歷 你辭了立委直接去啊 去全副武裝走五公里看看 乾脆叫陳菊 蔡總統都先去 爭槍實彈演練一下 與其作而言不如其而行 我們的志願意是不分性別的 范委員他如果只是講講 空話跟口水的話 那麼大家會懷疑他的誠意 他也可以直接的辭辭 然後投入我們的志願意 市長你怎麼看說現在范雲啊 因為你昨天說綠島 然後他社民黨有點不開心 他說你自己也曾經找過他到什麼 今天早上我們要開成會 我還問我幕僚說 欸欸欸有誰以前有去接觸過那個范雲 沒有人要承認 也應該問他說 欸他說中間人是哪個中間人 我順便把我們旁邊的 如果真的有那種什麼前客啦 騙子啊順便求出來吧 因為他說這樣也是收買他嘛 所以其實沒有這件事情 不是啊我跟妳講喔 我剛才講不好意思 以我的個性怎麼會用他嘛 怎麼說 為什麼 為什麼 我這個很壞 難溝通是不是 不是啊我們這種做事很速度很快的 我不知道在柯市府工作人 我們淘汰那個Style就不像 所以你覺得他做事沒效率是不是 不是啦 唉呦我們那個 人家說會合不合合 不成 市長現在有傳出說 我倒覺得很奇怪 應該去問他 去追問他說 你說那個中間人是誰 我順便查一下我們旁邊 是誰在當前客還是當什麼 還是 只有三個可能嘛 一個他被騙嘛 一個他說謊嘛 一個是馬祖偷夢嘛 只有三種看他是哪一種 那你覺得三種哪一種 我怎麼小的問他就知道 所以問他中間人是誰 趕快去追 剛分九點半的時候啊 他有受訪他說 難道說跟你的政黨民眾黨合作就是找回良心 然後跟其他政黨合作就是被收買嗎 他說你的標準不一樣 他被收買就被收買 肉哩巴說幹什麼 奇怪 市長有傳出說因為提名那個李明衛 他不是有個性 你愛問我就跟你回答 被收買就被收買 肉哩巴說幹什麼 你黨都沒有了你還囉嗦什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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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